據瞭解 阿富汗擁有巨量稀土資源 但由於衝突、腐敗和官僚機構的功能失調 資源幾乎全部沒有開發 在局勢動盪之際 中共壓住塔利班目的何在 外界都在關注 換取這些礦產開展權 對於美國從阿富汗撤軍 前中共軍方上校周波在文章中說 中國已經準備好抓住在阿富汗的黃金機會 這番話是否意味著 中共在阿富汗進行大規模投資的障礙被消除 少了美國阻礙 正是中共前進阿富汗挖礦好時機 拉近的關係之下 能夠在這邊有獲得這個採礦權 以及一帶一路的更具體的推動 那反過來的是 這個地區的全力真空 塔利班的重新這個執政之後 事實上帶給中國的壓力是更大 臺灣智庫的副執行長董思琦表示 中共一帶一路計劃 中亞往中東的連續過程中 阿富汗具有重要地理位置的優勢 但是我們知道 前一個阿富汗的政府 因為貪腐的問題 還有這個政治效率的問題 所以這一帶一路的計劃其實是 沒有辦法很順暢地推動 那現在塔利班政權上來之後 會不會真的有這樣的執行能力 是不是能夠簽訂的這個合約 然後能夠落實後續很多人想要去觀察 美國撤離阿富汗的飽受輿論非議 臺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蒙明賢教授對此有不同的見解 美軍撤離阿富汗不是突然的決定 董斯奇表示 中共一方面宣稱 美國在阿富汗駐軍是不易之事 另一方面又數落美國不顧阿富汗 但現在美國離開了阿富汗 後續該怎麼辦 阿富汗作為中國鄰國 而阿富汗的塔利班跟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又曾經有幫助過東突厥 伊斯坦運動的這樣的一個紀錄 東伊運的紀錄 所以中國現在對於阿富汗 它採取的態度就是希望能夠用經濟誘因的方式 能夠讓阿富汗能夠盡量的配合中國的一些對外的關係 目前 華盛頓已經凍結了阿富汗政府近95億美元的儲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切斷了對阿富汗的資助 包括在塔利班控制時原定發放的近5億美元的資金 如果說塔利班政權失控 例如近來有消息說他們對於婦女 又有一些比較不人道的這些暴行的出現 而這樣的狀況如果持續擴大 而又沒有辦法充分的控制他自己的國內的政局 還是有一些軍事騷動經濟又不振的狀況之下 那同時又對於周邊國家造成的實質的一些威脅的時候 那這時候中國要如何來去回應 那中國直接的承認之後 將會被其他國家認為是所謂的流氓政權 塔利班智庫的副執行長董思奇認為 兩個非民主的國家很有可能 因為一些意外狀況而產生失序 結果會不會讓區域之間造成更大的不穩定 這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也許可以進入去看 我們都可以進入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什麼事